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猫远远地跟随着自己 不管是在田地间 还是在家里 这让他感到心神不宁 精神不济的 哎呀 怎么又出现了 张二婶 你说什么又出现了 一只黑猫啊 难道你们最近没有在村子里 经常看到有一只黑猫出现吗 没有啊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见过 你倒可以问问其他人是否有看见的 我也没见过 不过倒是张阿神 你最近总是提起黑猫 你真的有看到了一只黑猫吗 是啊 这些天我总能感觉到一只黑猫 在跟随着我 让我感到非常不安 莫非是报应降临到了我身上 张阿神 你这是在说什么话 遭报应 只有作恶的人才会遭报应 你平日里一直行善互生 你应该得到善果才对 哪里会遭报应啊 是啊 张阿神 俗话说 作恶是遭报应 行善是得善报 你可是我们村子里出了名的好人 怎么可能遭报应呢 唉 其实我曾经伤害过一只猫 啊 张阿神 你说你伤害过一只猫 这怎么可能啊 那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几年村子里的收成一直不好 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 唉 家里又没有油了 这可怎么办啊 年轻的张阿神开始翻找着橱柜 突然 他发现了在橱柜的角落里 还存放着一瓶油 太棒了 家里竟然还有一瓶油 剩下这半年已经够用了 于是 他将那瓶油放在了灶台上 就在这个时候 李阿姨家养的一只黑猫 突然一下子窜到了灶台上 然后一脚将灶台上 那瓶刚拿出来的油瓶踢倒下来 油瓶跌落在地 摔得粉碎 油也洒了一地 哎呀 我的油 可恶的猫 你知道一瓶油有多贵吗 哼 不要跑 要知道二十几年前那段困难的日子 一瓶油可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大半年了 当时我愤怒异常 失去理智地用木棍狠狠地打向那只猫的脑袋 不小心一下子就将它给打死了 天哪 你是说你杀死了那只猫 是啊 如果不是你亲口说的 我们真不敢相信 张阿神 你竟然有做过这种事情 自从打死了那只猫后 我就特别内疚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我决定要帮助那些动物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我反响的过错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来你帮助动物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 是啊 我坚持二十几年了 就是嘛 张阿神 你做了二十几年的膳事 这些善事足以弥补你曾经犯下的过错了 是啊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以为自己这些年的唬声行为 能够弥补那次过错 但是现在我发现好像是没有 因为我感觉一只跟着我的那只猫 就是曾经我伤害过的那一只 它这是来找我复仇了 啊 这不会是真的吧 张阿神 我看你这是想太多了 那只猫都死二十几年了 它怎么可能现在才找你复仇呢 我不知道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 明天我要去请教一下学佛的师姐 她一定会知道其中的缘由的 第二天 张阿神便找到了学佛的师姐 并且和她说了自己的经历 师姐听后感觉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倒想看看那只猫究竟是什么样子 师姐 我来找你的时候 还感觉它就跟在我的身后 不过自从我走进你家后 可就没看到它了 当然了 念佛堂里可是供奋着菩萨的 如果那只猫真的是来复仇的 那它自然不敢进来这里 我看还是我出去吧 师姐 你看 她在那里 师姐 你看到了吗 虽说她总是跟着我 但我要靠近她的时候 她却会躲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时的确有些奇怪 让我过去和她谈谈 顺道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师姐说着便朝黑猫那里走去 那黑猫看到师姐走来 并没有离开 师姐来到了黑猫面前 蹲了下来 似乎在和她交谈着什么 张阿沈在不远处看着 没过多久 师姐便走了回来 师姐 那只猫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猜的没有错 这只猫的确是来找你复仇的 啊 这么说 它真的是我二十几年前 伤害到的那只猫的冤魂 也可以这样说 那只猫被你打死后 它充满仇恨的灵魂 无时无刻都想着复仇 但因为你搬家搬了很多次 所以它就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你 直到最近 姻缘成熟了 在这里找到你了 啊 我终于找到你了 哼 我今天一定要报你杀死我的仇恨了 是你 是你多年前杀害我的 我报仇的机会来了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我们倒想问问 你又想要做什么 我要找他复仇 他曾经伤害了我的性命 好吧 那我们也告诉你 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你伤害他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阻止我复仇呢 因为在我生前 他曾经救过我的命 没错 张安神也在我生前救过我的命 所以 只要有我在 我就绝不会让你靠近他 这只怨气很重的猫并没有放弃复仇 它依旧一直在寻找着机会 所以 你会多次看到它跟随着你 对吗 是的 哎呀 这只猫怎么又出现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个凶手 我一定要你偿命 只要有我们在 你就别想伤害到它 没错 我们生前都受到过张安神的保护照顾 我们活着的时候 没有能力报答它 但现在 我们的灵魂 却能随时随地保护它 阻止你这个恶灵具伤害它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啊 张安神现在已经一心向善了 而且 他对你的死也懊悔了那么多年 我看这段仇恨 你还是放下吧 不 我绝不会放弃的 我一定要复仇 哎呀 怎么回事 刚才的那只黑猫怎么不见了 张安神 你在干什么呢 你有没有看到草丛里有一只黑猫啊 没有啊 哪里有什么黑猫 张安神 你不会是看眼花了吧 嗯 有可能的 最近这是怎么了 总感觉有一只黑猫跟在我身边 那只猫一直在寻找机会复仇 但由于你平日里护身放身行善 既然现在院灵找到你了 那你真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向他进行忏悔 如果他能原谅你的话 我会帮你超度他的 好的 其实在内心深处我早想跟他忏悔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无法靠近他 如果你真的要向他进行忏悔的话 你就可以靠近他 嗯 张阿神快步朝那只黑猫走去 黑猫看着张阿神一步步靠近 他脸上露出了凶狠的表情 但是面前依旧有一些猫狗等着他 这时候张阿神朝着黑猫深深地举了一弓 黑猫对不起 当年是我的错 是我一时失守 伤害杀死了你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这时候 围着黑猫的那些猫狗 顿时全部消失 黑猫愣了一下 然后看着张阿神 他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不过很快 他又露出了尖牙利齿 眯着眼睛准备攻击张阿神 我知道你一直恨我 如果你伤害了我就能解除这份怨恨的话 那我也是会坦然接受的 啊 对不起 真的非常对不起 我愿意以多年行善的功德回向给你 祈求祝福菩萨引领你到极乐世界修行 现在他的怨气已经慢慢消除了 就让我来替他超度吧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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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曾经伤害那只猫的冤魂已经去了极乐世界 你们之间的怨恨也从此互不相欠了 张阿神 如果不是你多年互生积下了众多的善果 这冤魂真的可能会要了你的性命 是啊 善恶有报果真如此 我之后一定要更加努力放生护生 行善主人的 赵先生爷爷的百岁寿臣很快就要到了 因此赵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阿良 一同回老家参加爷爷的百岁寿宴 阿弗 好久不见 你回来了呀 阿弗 你们这是回来参加你爷爷的寿宴吗 是啊 我爷爷的百岁寿宴 怎么能不回来参加呢 可是你爷爷的寿宴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 爷爷百岁寿宴邀请的客人非常多 所以我们提前回来来帮忙准备一下寿宴的 赵叔 你看 你儿子一家都回来参加寿宴了 阿弗 你们回来的可真早呀 哈哈 阿良都长这么大了 好可爱呀 爷爷您好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好好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真的非常想念你的 对了 你们一直赶路也很累了 走 走 我们快回家休息吧 爸 爷爷他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唉 别提了 他还是老样子 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疼痛 有时候痛得连觉都睡不好呢 难道就没有带爷爷去医院进行彻底的全身健康检查吗 有 可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呀 这就是我一直很挂心伤脑筋的 可不是吗 在我小时候 爷爷就经常会身体疼痛 可没想到这个病竟然会折磨他那么久 唉 这个病纠缠了爷爷那么久 爷爷他竟然还这么长寿 真是了不起呀 走 我们赶快先去看看爷爷吧 赵先生一家人回到故乡后 便住在家里空闲的一处老宅里 然而接连几天 赵先生的妻子却总感觉屋子里经常闪过一道白影 老公 最近这几天 我在屋子里经常能看到了一道白影 老公 这个屋子不会是闹鬼吧 闹鬼 亏你想得出来 我看你是这几天太累了 所以才出现幻觉 明天你就别忙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难道真的是因为太累了而产生的幻觉吗 一定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早早休息吧 后天就是爷爷的寿宴了 明天一大早我还要去采购一些食物呢 嗯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啊 什么声音呢 老公 老公 你快醒醒 你看 那个白影又出现了 哎呀 竟然真的有一团白影 那究竟是什么呢 老公 你也看到了是吧 这几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白影 刚才他还在说话呢 什么 他刚才还说话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老公 你看 他又说话了 他是一只白狐 哎呀 怎么回事 那只白狐去哪里了 不知道啊 白天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总是一闪而过 讨要衣服的白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还是明天问一问爸爸 或许他会知道一些什么的 嗯 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当天晚上 赵先生和妻子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亮之后 赵先生便匆匆去找他的父亲询问究竟 爸 我们住的那个老宅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原来那里一直是你爷爷居住的房屋 后来你爷爷年纪大了 病情也重了 所以就接到我们兄弟几个家里轮流住 呃 怎么了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呢 爸 那爷爷有没有说过曾经在那个屋子里 呃 见到过什么呢 没有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 昨天晚上我在屋子里看到了一只白狐 而且他还在向我们讨要衣服 哈哈哈哈 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你不会还没睡醒吧 爸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也是 当初阿湘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相信啊 是我亲眼所见我才相信的呀 好了 明天就是你爷爷的生日了 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呢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 赶快去采购一些食物吧 嗯 好吧 老公 怎么样 你从爸爸的嘴里有问出些什么吗 没有 他跟我当初的反应一样 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是啊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又有谁会相信啊 老公 关于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只白狐出现在屋子里呢 你说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只白狐的亡魂啊 白狐的亡魂 你是说一只白狐的亡魂跑到那间老屋里讨要衣服 是的 那间屋子原本是我爷爷住的 你说那只白狐会不会是来找我爷爷的 是啊 有可能啊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是打过链吗 这只白狐不会是被他打死的吧 哦 你说的有可能我们去找爷爷问个究竟吧 嗯 爷爷一定会知道的 我们去问问他吧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二人来到了爷爷居住的屋子 爷爷 你年轻的时候杀过狐狸吗 有白色的狐狸 啊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情呢 老公 看来我们猜对了 那只白狐果然和爷爷有关 怎么 你也知道那只白狐 爷爷 我这几天在屋子里经常看到一道白衣闪过 不过直到昨天晚上才看清那是一只白狐 而且还是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啊 你说那只白狐还会说话 那他说了什么 他一直说 还我衣服 还我衣服来 七十几年了 他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衣服 七十几年了 爷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七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年轻的爷爷在山林里 将捕兽网铺在山林的地面上 然后在上面铺盖着树叶 这时候 村里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 他看到年轻爷爷在那里布置树叶时愣了一下 小伙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听说最近山林里有狐狸出没 所以我特意制作了一个陷阱 希望能抓住它 听人家说 用狐狸皮做垫背 铺在床上睡觉 可是非常舒服的 啊 什么 你要抓狐狸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狐狸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如果伤害到它的性命 它会跟你一辈子的 是吗 既然都伤到了它的性命 那它还怎么跟着我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布置的陷阱竟然真的 捕捉到了一只狐狸 而且还是一只白狐 天哪 竟然是一只白狐 我真是太幸运了 你在求我放掉你吗 别做梦了 我要用你的皮做垫背 年轻爷爷将捕兽网 连同里面的白狐一起 捆绑了起来 背在肩上 朝村子里走去 刚走出山林 他又遇到了村里那位老人 哎呀 小伙子 你这是抓到了一只白狐吗 是啊 这只狐狸的毛皮实在是太漂亮 我要用它来做个垫背 年轻人 你不能这样做呀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狐狸都是有灵性的 尤其是白狐 我劝你还是将它放掉吧 放掉它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能抓到一只白狐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要我放掉它 那更是不可能的 那只白狐最终还是被我宰杀了 然后将它的皮剥下来做了一个垫背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都已经过了七十几年了 那只白狐竟然还惦记着它的衣服 既然这样 那就还给它吧 爷爷 这么说那只白狐皮的垫背现在还留着 是的 这些年我一直将它铺在床上 你们扶我起来 赵先生和妻子急忙将爷爷从床上扶了下来 爷爷伸手将床下的那张白狐皮垫背拎了出来 没错 我看到的那只白狐 和这张毛皮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说来 我们看到的那只白狐一直在寻找爷爷您啊 唉 当初我捕抓杀害这只白狐的时候 就有人说这样做会遭到白狐亡灵的报应 当时我还年轻 根本不相信这些 现在看来 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 会不会就是这只白狐带来的呢 爷爷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我这皮肤发作起来 痛得就像挣扎刀割一般 现在想来那只白狐 不是就经历过这种痛苦 我的病原来是因果病啊 爷爷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把那只白狐的衣服还给他吧 或许这样 他就能原谅你了 是啊 你们去准备一些祭品来 我要亲自对自己犯下了错来忏悔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两人 陪着爷爷 将这张白狐皮做成的垫背和一些祭品 一起在院子里焚烧了 对不起 白狐 当初我伤害了你 现在我向你认错道歉 之后我也会多行善放声护声 来偿还我之前的罪业 静儿将这些功德回向给你 求你原谅 不要再计较我之前的过错了 说完 他对着燃烧的白狐皮垫背 磕了个头 没多久 火渐渐熄灭 皮垫背也化成了灰烬 赵先生将爷爷扶了起来 爷爷 白狐的衣服我们还给他了 就成您多年的病一定也会好起来的 希望如此 你看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平日里赵老爷总是痛得连床都下不来 今天他的气色可好多了 是啊 今天他看起来的确精神饱满 欢天喜地的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啊 要是皮肤痛的话 就和我们说一声 昨天晚上我梦到那只白狐了 他已经原谅我了 如此一来 我的病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看 今天我的皮肤就连一次也没有痛过的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从那以后 爷爷的皮肤疼痛的病竟然真的好了起来 远离了病痛后 他的身体越来越好 真正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老兽星了 沪池中华印经协会 邮政华波 沪名中华印经协会 华波帐号19658482 19658482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土地银行 005 帐号 012-001-194788 012-001-194788 沪池印证经书 佛书 经翻 结缘品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爱护众生如爱护自己 这就是慈悲 更是一种智慧的展现 这就是我们的全国 的沿逢 这就是我们的思逐 很少感受的 得到 有种本来 正常了 对 一个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